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德州空军基地枪击案两死 旧金山领事馆官邸招待湾区文艺界 白气温协会举办中印纪念活动 晚上好 欢迎收看4月8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德州一个空军基地 周五发生了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死亡 相信其中一人为枪手 当局认为事件不涉及恐怖活动 调查工作仍在进行 事发在圣安东尼奥的莱克兰空军基地 早上约9点当地警方接报发生枪击案 警方到场在一个房间内发现两具遗体 以及两只手枪 相信案件涉及谋杀和自杀 有报道引述消息指 一名飞行员枪杀一名军用犬训练队的指挥官后 自杀身亡 当局没有证实这起消息 也没有交代案件成因和开枪动机 莱克兰空军基地主要用作培训 当时不少人在内上课 基地附近几所学校以及儿童中心 事发后也暂时关闭以侧安全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罗林全 7日晚间在关底 为旧金山湾区华人文化艺术界人士 举行招待会 江山 谭元元 高曼华等艺术家代表出席 罗林全总领事在致辞中 寄予侨胞们积极融入主流 讲好中国故事 促进侨舍团结增强凝聚力 而中领馆也将继续做大做强 跨越太平洋中国艺术节 和欢乐春节等大型文化活动 罗中心的希望 与大家共同努力 更有效地与美国主流社会 分享中国艺术之门 让中华文化进一步走进化 其他族群 融入当地主流 而今年湾区的文化艺术活动也将是好戏联台 一来要举办第三届的跨越太平洋中国艺术节 除了已经定下来的像戴维斯华语电影节 戴维斯华语国际电影节 我们还会有四个艺术团 还有三个艺术展览会来湾区交流 定居湾区多年的著名演员江山 会在金秋将自己主演的话剧首碎 带到美国舞台 跟馆里面一起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 艺术活动或者是戏剧的这个剧目我能够更多的推出来 其实也是想把这部戏带到这儿来 能够跟当地的华人有更多的一些沟通 当晚也出节目精彩分成 临时张群的男生独唱今夜无人入睡 本地华裔学生的小提琴独奏 花枪女高音宅春平的西班牙女郎 琐娜野奏家无数得的打枣 以及著名男中音党伟光的一曲江河万古流 方航卫视刘海平翁小瑞旧金山报道 为纪念曾在中国旧四府商的白琪文 与柯丽华医生诞辰纪念日 加拿大白琪文协会近日举办了一场 电影文艺欣赏酒会 这也是居住在温哥华的中国及印度社区 首次共同举办的大型活动 与往年的白琪文纪念活动不同 今年主办方除纪念白琪文医生诞辰126周年外 亦共同纪念有印度白琪文之称的柯丽华医生诞辰106周年 主办方介绍两位医生都曾在抗日战争时期 为中国做出巨大贡献 举办纪念活动为倡导无私奉献的精神 同时提倡足以间的和谐 我觉得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纪念 我觉得更有意义 特别是他们两个人实际上 两个人也是见过面的 而且白琪文逝世之后 柯丽华是第一任的白琪文卫生学校的校长 第一任的白琪文国际和平院的院长 所以来讲中华是白琪的像继承人一样 主办方表示 每年白琪文协会都会前往中国 重温白琪文之路 为当地提供医疗援助 并宣传医护知识 今年活动为中印社区提供了文化交流平台 主办方表示 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促进两族意见的合作 凤凰卫视李东宁潘领 登哥华报道 为了进一步开动华人市场 Uber在多伦多推出了北美首个打车的手机应用程式 让顾客选择说中文的司机提供服务 而在这之前 多伦多市府正式提出了规管Uber的言 Uber宣布 在多伦多推出中文手机应用程式 方便那些讲中文的顾客 顾客只要在Uber App中选择中文服务 就可以得到说中文的司机为其服务 不过目前Uber的这个App只有国语服务 Uber方表示 自所以在多伦多首推这个打车应用程式 是因为多伦多的人口中华人比例相当大 此举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华人 使用Uber的服务 就在Uber宣布推出中文App的前一天 多伦多市议会提出了规管Uber在多伦多营运的议案 包括申请执照 车辆检查 购买保险等等 有分析人士指出 一旦这个议案得到市议会的通过 并马上实施的话 会造成Uber司机所要承担的费用大幅度上升 这无疑给Uber的生意造成很大的打击 然而Uber方面表示 目前全面判断这个议案的负面影响 还为时过早 多伦多市议会定于5月3号 就这个规管Uber和出租汽车的新法案 进行辩论并投票表决 峰会记者腾东勤在多伦多报道 好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一个研究消费者财政问题的机构 发表调查报告说 美国的信用卡债务总额已接近1万亿美元 该机构的报告还说 仅在2015年 美国的信用卡债务增加了710亿美元 其中520亿美元来自第四季度 主要是用于节假日购物 2015年第四季度的信用卡债务 相当于2009年 2010年和2011年信用卡债务的总和 报告指出 每个美国家庭平均信用卡债务为5700美元 美国人口普查局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说 美国是世界上信用卡债务最多的国家 是排名第二的英国的两倍以上 几乎等于排名第三至第八位的六个国家的总和 这六个国家依次为法国 加拿大 日本 墨西哥 俄罗斯和中国 南加大Rowski眼科研究中心最新针对美国华裔人口所进行的最大的一次眼科研究结果 发现年龄相关性黄斑部病变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威胁华裔势力的最大病因 研究发现年龄相关性黄斑部病变的华裔病患中 有85%是属于心生血管型或称湿型 而被称为肝型的萎缩型近占15% 而在一般白人或其他族裔黄斑部病变病患中 肝湿型比例几乎相同 因此专家表示 医护人员在面对华裔病患时 需要特别注意失性年龄相关性黄斑部病变的问题 而且提供可用的治疗如注射和激光疗法 对华裔糖尿病病患的视网膜病变问题也应该尽早处理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三地的短消息 中国南方地区受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 杭州渔航区石榴座小型水库出现了异红 部分水库的坝口成了瀑布 在广西 强降雨令湘江上游 柳江上游水位明显上涨 导致多数地方出现内涼 当地气象部门提醒 雷雨天气将持续到11号 另外 青海南部地区从8号开始出现了新一轮的降雪天气 部分地区积雪深度达17厘米 达到了暴雪级别 同时 暴雨也对当地牲畜业带来影响 由于大雪覆盖雪场 牧民只能以储存的草料饲养牛羊 当地气象部门表示 此次降雪位于高原入春季节 虽然对畜牧业有短暂的影响 但也有利于牧草返青 以及降低草原火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 在财经方面 美国股市周五是小幅收高 油价飙升带动能源股造好 企业财报期下星期展开 投资者展区审慎官网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早市情况 美股在周五早市开盘呈现 小幅反复低开 随后是出现涨跌互渐的局面 最后三大指数还是以上升作收 投资人在星期五的时候 继续关注全球的经济增长状况 尽管石油价格出现明显的反弹 对大盘支撑力度相对有限 那么联邦处备局 在过去这个星期的会议记录当中 显示对今后的利息的方向 看法不一 但是在星期四晚间 联储主席叶伦女士还表示 目前美国经济还是支持联储局 在今年之内缓步稳定提息的政策 所以这番讲话对市场有一定的支持 不过投资人还是信心不足 尽管大盘在收盘时 希望能够反弹高收 但是上升的力度 还是相对有限盘中 一度又跌成负面 在个股当中 波音飞机公司在星期五表现相对不错 主要是该公司有四架747拓运机 现在是今年以来最大的订单 对道指有一定的支持 但是支撑力度相对有限 投资人还是高度关注 下个星期即将开始的公司盈利消息公布期 多数投资者认为 今年第一季度盈利会不如去年 同比下降7%以上 所以这种保守心态是三大指数 在星期五全天震荡之后 虽然尾部出现上升 但是也看出来 投资人还是深深观望 心态相当浪厚 以上是星期五情况 凤红一时旁折 宁永远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新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画家刘秋福首创了独特的英文象形文字 并在韩国举办的画展中获奖 据悉刘秋福将带上自己的作品去中国展览 为此特别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刘秋福拥有南加州大学美术硕士学位 原本在比伏丽山中学教授绘画和陶瓷三十多年 现在则专心从事艺术创作 早期在香港的时候 他的作品已善变而闻名 所以便成为他作品里的画风 他独创的浮体英文书法也是别具一格 其目的主要是可以提升他能向中文书法 具有那么高的艺术内涵和文化感 我们写英文 可不可以写下好像中文书法那么漂亮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我就研究中文跟英文字 和一个字幕之间有什么像的地方 所以二十年来 我就是搜查 那个搜查 那个搜集 那个 这些材料 在绘画方面 刘秋福喜欢把中西风格融合并用 在七十年代 他的山水元素开始出现 进入发展完善 表露出他要摆脱远离成熟的心情和思想 他创造出一种四方透视法和活动水墨山水画 引入一种新的构图法和引观者入化的理念 他所研究的双影透视法人物化 也将列入此次展览 除了独创的浮体英文书法外 刘秋福还创造了英文象形文字 反式浮体新中文书法 新中文象形文字等书法表达方式 凤凰卫视雷飞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公司消息方面 近日尼上美颜千体会所 在洛杉矶天普市增设了第四家分店 短短四年时间 尼上美容千体会所 以每年开一家分店的速度不断扩大 服务更多的社区居民 此次第四家分店开在了风景独好的天普市 让居住在天普市的爱美人士 有了理想去处 开业当天 深海博士市长廖新和 以及核桃市市长苏王秀兰女士 到场表示祝贺 并颁发了贺状 廖新和表示 期待尼上能不断地发展 为更多的女性甚至男性提供更好服务 现在华人经济能力比较好了 一些妇女的宁愿自己投资在自己身上 这的确是一个好事 尼上美容会所董事朱莉 长期致力于关爱女性健康 护肤美容事业 她希望通过她的努力 能让更多的女性变得更加美丽和自信 我们尼上美颜 就是研发的这个中心 就是想为洛杉矶 这么华裔的这个女性朋友 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场所 那个我们主要是引进了一些新的设备 在这方面在洛杉矶是比较领先的 尼上之所以能发展如此快 是尼上的经营理念影响的经营行为 始终做到服务第一 技术第一 最终是效果第一 这就是尼上的生命力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而新开的天普店会用最强的美容师阵容 最先进的设备 继续保持一个让人信赖的品牌 尼上美容会所负责人Wendy 是一位能干有理想的杰出女性 她致力于将尼上打造成高水准 高顾客满意度的美容院所 为了让更多的爱美女性 能更方便地在自己家的附近 能找到一个好的会所 然后我们可以提供一个 一站式的全方位的服务 那我们的服务项目 主要是包括美容 瘦身 丰胸 养生 我们的机器永远都保持在业界里面 最先进 最好的一个机器 尼上目前有四家分店 分别是尔湾店 阿汉布拉店 罗兰港店和天普店 多年来 很多女性把尼上 看成每月必来的放松休闲的场所 尼上在现有品牌基础上 也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为华人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 凤凰维持一鸣 洛杉矶报道 另外 库尔2016 PROAM 于2016年4月3日及4日 再临大庄家赌场 度假村之Jerny高球场举行 大庄家赌场 度假村之Jerny高球场 为其首屈一指的锦标赛级别的 高尔夫球场 并为其许多亚裔高尔夫球 球赛选手所熟悉 今年有超过24位 才华横溢的LPGA高球手 以及ProAM球座赞助商 受邀参与此项备受瞩目的锦标赛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东方航空全新启航 静候您到来联合赞助播出